好了 主播绑着公主头穿全白蕾丝礼服 女性郑佳纯紧靠在丈夫身上 用左手甜蜜摸她脸颊散发出幸福氛围 29岁一人郑佳纯 二号惊喜宣布和日本小额科医生Aquila 在东京办结婚登记 两人2018年透过交友软体认识 男方大郑佳纯三岁 曾经在疫情间一度分手 但小两口最终决定携手步入礼堂 今年9月中两人相约新加坡旅游 丈夫Aquila就向她求婚 准备了0.7克拉的婚戒 成为日本媳妇的郑佳纯 说目前不会在台湾办婚宴 预计明年5、6月会在日本亲警则举办婚宴 会选择轻松的方式举行 两年内还不会有生小孩的计划 目前丈夫在就读硕士 等她学业完成后才会举办婚礼 以上就是最新的娱乐资讯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